这则影片将探讨同学在脸书上问的有关discussion的问题 在开始介绍回复这些问题之前 我必须讲同学问的问题都非常的好 这是我第一次尝试用非同步网络的课程来授课 所有的东西都是第一次的挑战 不过在所有的这些尝试当中 我觉得个人最满意的就是有关教学影片 关后的Q&A的这个部分 同学问的问题都非常的好 很多问题也让我更深入的了解 教这门课同学可能会遭遇的状况 所以整体来讲我觉得非常谢谢同学 陆陆续续都问了很多好的问题 这是过去在传统的面授课程不会发生的 因为面授课程一般要同学问问题 就是有问题的几率大概是5%吧 所以95%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是我想这是非同步网络课程的一个优势 那希望同学我们继续保持下去 能够在接下来的课程中 同学能够透过观看教学影片问出更好的问题 而且有更好的互动在Q&A的留言部分 好今天回到第一个问题是同学问 老师在影片中提出对研究做评论时 可以点出自己研究不足的地方 那教育经理学里面呢 有许多研究会在讨论的章节提出研究的限制 那同学列出这个一个例子 请问在结论和方法所提出的研究限制和不足有何差异 这问题很好 那之前我们曾经在methodology有提到 就是说methodology也要提一些研究的限制 那我叫出之前的投影片 那之前的问题是 在method的research design中 老师提到可以再次指出问题的局限 但我以为这项目多半在discussion部分提出 不知道老师的意思是否为指出相关方法的局限 进而提出自己解决方法 OK才是这项的重点呢 那当初的回应是基本上呢 limitation呢 不管在method或是在discussion呢 它有好几种的类别 比方说局限呢 可以是别的方法的局限 然后衬托出我的方法更好 或是更适当 这就是同学在问题中提出来的 第二个局限呢 可以是我的方法的局限 其范畴与将界 比方说呢 我最近有一篇刚被接受的paper 那当那时候是研究 方法是研究设定 分析 诺贝尔奖得主 他们在论文发表是不是有剽窃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呢 这个研究方法其实它有它的限制 那当初的限制呢 我待会再分享 那所以有时候是我们研究方法 我的研究的本身的局限 它可能是你受测者的局限 或者是你data collection或是procedure 是有它的限制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可以写 也应该要写 写的目的是让人家知道说 你身为一个研究者 你非常清楚 你这个研究可以做到 跟不能做到的范围 第三是局限也可以是 我的方法的局限 未来研究可以更好 就是说比方说 我们选择的某一个方法 它的局限 那比方说你研究是做量性的 那未来可以做直性的 那这一部分呢 就是说不管是一或三 一或二呢 多半会在研究章节可以写 然后第三的话可以是在 discussion的部分 那当然第一也有可能可以在discussion写 OK所以这就是看你适当的状况 好这一段就是我刚讲到的 诺贝尔奖那一篇文章 那大家看一下 有一段是这样写 there were a total of 378 journal papers documented and analyzed in the study 然后呢总共378篇 table one summarized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 by the selected Nobel laureates over each year of the investigative period 就是说第一个限制就是说 因为诺贝尔奖的主 他们从一开始到后来 其实他们的publication年代是非常多 所以这个研究第一个限制就是 我缩限它的范围是在某一个period 那其实文章前面有写 然后接下来呢 a random sample chart was used to locate as many as five journal articles published by each laureate 就是说在每个人里面呢 我们就是随机选五篇 所以不是所有paper都去分析 这是第二个限制 第三个限制是 所有他没有我们找不到pdf档案的文章呢 我们也都把它skip掉 就是删除 and the next random selected paper was instead chosen 就是说因为有剔除掉 所以不足五篇的话 我们再随机抽样一篇上来替补 for the affirmation at 18 Nobel laureates 就是80个诺贝奖得主里面呢 有73个呢 have five journal articles archive and documented 其中有73个 我们有顺利的按照上面的步骤找到五篇 那其中有一个 has four paper 就是他不足 那有三个呢 只有三篇 and another three laureates have two papers published from 2005到2014 虽然说这样的叙述呢 没有清楚的用limitation这个字 可是他讲的就是我 筛选data的一个limitation 就是说我并不是这80个人 然后我是从头到尾去分析 我有局限 不管在时间上 在paper的选择上 都是有局限的 这就是我刚刚前面讲到的 在methodology 其实我们会有很多的局限 那比方说 假如说研究的是医学 那比方说你研究的是罕见疾病的个案 那就一个研究 你不可能涵盖所有很多面向的罕见疾病个案 所以可以这样情况下你要看你的个案里面 他有哪些的限制 他是不是比方年龄层只局限在某些范围或者是什么 我们谈研究限制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研究呢 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研究 我们在结论呢 我们希望是说能够这样的研究结果的诠释呢 不只是针对你这几个个案 而是有一个更大的generalize 就是更大范围的一个意义 这样才有 这是我们研究要做的 比方说我今天研究是诺贝尔奖得主 可是我不可能研究所有的诺贝尔奖得主 所以我只能局限在一个范畴 那这个范畴呢 会影响到我之后如何诠释 generalize这个研究结果 因为我今天说诺贝尔奖得主整体怎么样 可是这样的结论呢 必须要奠基在我这个研究的方法呢 他是不是广度 他的代表性是不是足以让你未来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声明 就是说我的研究结果 结果可以说明诺贝尔奖得主怎么样 或是我研究结果可以说明 罕见 某种罕见疾病呢 他会在医疗上呢 他有什么样的成效或是什么 那因为我们的研究一定是本身 methodology 本身一定是有限制的 ok 因为你不可能研究所有的那 诺贝尔奖得主的publication 你也不可能研究所有的罕见疾病的某一个罕见疾病 他的某一个范畴因为我们的研究是有限制的 所以呢我们要在这个methodology清楚的说明 他的限制这样会跟我们discussion要谈的限制有时候会是相关的 ok 那有时候就没那么大关系看你的限制是不是影响层面很大 比方说我今天要谈的是研究的是交通 我研究的是台湾的大学生 博士生对未来职业规划的一个焦虑 可是我今天讲研究的对象只有教大学生 其实这不代表没有代表性 所以在methodology部分就是 你就要清楚说明这个就是他的局限 是不是在顶尖大学 就是说你要清楚的说明了解你methodology的限制 那所以之后在discussion或conclusion你要generalize 这样的研究有关台湾博士生他们的职业的焦虑的这个问题呢 你就必须要很清楚知道你研究是有限制的 因为你没有根据全部的台湾的母体样本来去抽样去研究 所以这次都想这是其实是跟论文写作 其实主要跟研究方法比较相关 那研究方法跟论文写作是一题的啦 所以就是大家给大家知道一下 OK所以limitation 所以在methodology需要写 在discussion也需要写 那写什么的话呢 就是看你研究的limitation到底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 老师提到discussion的呈现方式 分成上图的两种 上面两种 请问是根据期刊的惯例去选择吗 还是可以以数据的形态选择 下面的方式就是这边 方面读者对应相关研究结果与讨论内容 但似乎难以配合 由specific再到general的行文顺序 还是可以如何处理这样情况吗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种的呈现方式 就上面呈现方式呢 它整体来说比较适合 比较 结果是比较单纯的研究 就是说不会让人家搞混 比方说研究问题 result one two three 讲完之后呢 然后discussion one two three 那可能呢 它的单纯指的是说 读者很容易可以对应 虽然说你把discussion 三个放在一起 可是答案很清楚可以对应 第一个是result one 第二个是result two 那什么叫清楚呢 就是看你比方说还有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说 或者说你一起写discussion one two three的话 它是假如说你一二三 discussion one two three之间呢 你需要横向讨论的时候呢 这样的写法就会比较好 你讲到discussion two呢 你需要讨论到因为discussion one 它有一些某种程度 假如一些因果关系的话 这样的呈现呢 其实它可以横向的清楚的整合 或是分开有一些交互的一些讨论 那假如研究结果比较复杂的话呢 其实第二个也是蛮好的选择 就是直接result one 然后到discussion one 都搞定了 然后再move on to the second 第二个议题 好 然后呢 你就是想象哪一种表达 读者比较容易懂 比较不会很混乱 好 这就是看个人的研究的内容而定 那两种discussion的模式都可以做到 from general to specific 应该是这样子 比方说呢 general到specific from specific到general 这边写错了 要specific到general 因为我们是研究结果是从比较 研究的specific的东西 然后再延伸它的意义嘛 所以是specific到general 其实两种模式应该都可以啊 比方说discussion one 你也可以先讲 跟这个result最相关的一些discussion 然后再扩大 比方说跟其他横向的相关研究结果做比较 所谓specific呢 就是说深度 比方说研究结果是某个什么东西 你就深入去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结果 它就是很specific 那general是就是说那整体来讲 那横向它可以应用到什么地方啊 或是它更大范围的面向或理论诠释是什么 OK 那其实应该所以这两个不管哪一个模式都可以从specific到general OK应该不受这个模式影响 那一般期刊不会规定这些 所以呢 两种方式都可以 那就看 还有另外一个考量点 就是 看你results跟discussion 假如是说你有单纯一个result session的话 就是用第一种模式result session谈完了 然后另外一个次标题就是discussion session 有些期刊result跟discussion是分开的 那这个那种情况下就一定要用第一种嘛 好 就是一个章节是result 一个章节是discussion 所以看考量看result跟discussion分开放的话 读者容不容力了解 不过就我个人的习惯 假如说是 我个人的习惯我会喜欢把results 假如我有选择的话 就是我会 就是也就是说期刊没有一定的什么样的一个模式的话 我会prefer把results跟discussion分不同的章节 这样是比较清楚 然后在discussion呢 很重要就是说 顺序一定要按照原本的research question ok就是从头到尾 从introduction到results discussion 那个顺序是要一样的 discussion one这个议题找到在最先出来的话 不管在results discussion都要在按照同样的模式 ok 第三个问题 请问在discussion部分在新的发现结果确实要引用其他文献 但如果我的研究结果与文献部分一致 我除了写研究结果与过去研究结果一致外 还需要在引用之前的文献吗 这个题目其实我 其实我没有真的很清楚 ok在新的研究发现结果确实要引用其他文献 ok如果研究结果是新的呢 前所未有的 往往没有直接可以参照的前人的研究可比较 ok因为你是新的 假如说你研究一致是新的 然后研究结果因为也没人做过嘛 好所以研究结果也是新的 那这样的话 当然你还是要去比较 可是就没有直接可以参照的前人研究嘛 好因为它是新的 这时候可以从研究结果可能产生的原因 与其他较比较相关的研究结果相比较 ok 就是 没有直接相关可以就找一些间接相关的研究做比较 那假如你研究结果与前人一样呢 则可以很容易找到直接比较呼应先前的研究的一些文献 所以也就是说 还有因为我不知道如果我的研究结果与文献部分一致 这部分是指part 就是没有全部一致还是说 这有时候有人是把文献部分就当做一个词 因为我说我不晓部分是指一部分没有全部还是指文献 就是等于是修四次而已 好总之呢 我们的研究结果呢在讨论的时候呢 为什么要引用其他文献 就是说你讨论的时候呢 一个方面是你可以自己想象 分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研究结果 你可以做一些分析 可是这些分析脑假如没有其他的理论或是文献做基础呢 有时候会比较薄弱 因为这是你自己想象的 ok 而且跟其他研究是脱钩的 ok 好像就是我们一般说研究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往上跨一层 那你跨出去呢 的东西假如没有跟以前的研究做某种连结或思考的时候 你那一层是跳空的 就是浮在上面你知道 没有跟其他的研究有任何的连结 那没有任何连结的话 这是一个弱点 为什么呢 因为不太可能没有任何东西 潜能的东西可以跟你直接连结的 因为我们的研究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ok 所以一定有一些脉络是前人有些研究的结果可以供你呼应 ok 即便是说你做的是一个非常百分之百创新的东西 那他毕竟研究的不是人 就只是宇宙任何东西 那就是说不会是凭空完全从无声有的 好所以就是说不管是新的研究或者是 不管是研究结果是很新或者是说跟过去一个一样 就是说还是就是要引用 对比较好比较好 那就是说假如没有直接可以引用的话 就是间接 像我之前做过一些研究 就是因为那个主题很新 所以根本光是在文献探讨 introduction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找到很多相关的研究 那就是没有那种东西啊 所以就是说怎么办呢 那就找相关 没有直接就是间接 那总要文献探讨嘛 那讨论部分也一样 第四 Thanks for sharing the ideas regarding the discussion section It was really great and helpful I have a confusion like QM maximum research has a certain mechanism OK And where is the appropriate location to explain the mechanism It should be in results part or discussion part 那mechanism可能就是有些领域 你公司用mechanism 那人文有时候是用conceptual framework 或是model等等 那一般来说呢 in social sciences mechanism or conceptual framework or model usually appear in the discussion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results So you have to present the results to the readers and because your mechanism or conceptual framework is based on the results or findings of the study So usually results will come first before the mechanism or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second you may observe the location of the mechanism in your fields of study and find out the most common practice So for the mechanism I think anyway It depends if you decide to combine the results and discussion in one section then the mechanism should appear at the end of the session because that's like a conclusion to the findings Okay but if you your result session and discussion session are separate then the mechanism should appear in the discussion session Okay that's what I thought But you can always observe more examples in your field 下一个 因为我补了有关method and result的作业 我发现不管是老师所教导或国外所表示的大多数指向需要使用 past tense去写这两个章节 好问题来了 好我刚刚看到一点 你是夸自己的问题很好 所以here comes good question 还是好逗号问题来了 好那些撰写discussions 那在撰写discussions 理论上会表达更多作者的想法或是用于展现未来的研究 但是研究终究是过去完成的 那动词实在应该用哪个好呢 老师影片中的冠例子似乎多是过去式 OK 看就你讲没有错啊 就是讲研究的动作 procedure 研究动作当然因为过去做的嘛 当然是用过去式 那假如是讲到想法或展望未来的话 没有啊 老师头影片提到解释研究结果及诠释 都是用现在式啊 那展望未来的研究也是用现在式 然后至于这部分呢 其实conclusion章节会提到 来举例 这影片中的powerpoint 比方说第一个result location 一定用现在式 然后接下来 这边也是头影片讲到的 It is apparent from this study that 用现在式 This table is quite什么什么现在式 OK 然后第四句放的data in figure-by It is apparent that也是全式也是用现在式 from the data we can see that现在式 然后in figure 10 there is a什么也是现在式 OK所以其实没有啊 就是说当你陈述动作是用过去式 那当你在诠释或展望未来的话是用现在式 没有错 所以其实英文的时态其实跟逻辑有关 就是它是按照道理的 OK动作过去动作就是过去 那跟现在跟未来比较相关就是用现在式 好问题六 老师影片中有提到讨论章节必须涵盖图片中的三点 是一定要有吗 还是可以针对其中一两点比较就可以 因为很多研究实际上好像没有所谓的确定的理论 没错就是是情况需要而选择 问题七在引用contextualizing自己先前的论文时 是否需要多遵守一些其他规则 以防止自我剽窃的问题发生呢 那我不晓晓还有没有什么叫多一点的规则 那是自己的研究发表内容 如同他人的内容 用同样的标准即可 就是说你用到自己先前的论文呢 就是说你想要把它当作是别人的 不要因为是自己的东西 就采取更宽松的标准 比方说忍不住就抄了几个字啊几句话 因为你觉得那是自己的 怎么那么见不要见外 这样态度就不对 所以应该是说要事己如他 就是把自己写过的东西当作是别人的东西 就是要采用同样的标准避免剽窃 就是说抄的话就用quotation 然后要引用初处 那改写的话就是要彻底改写 然后也要引用初处 就是这样 把别人把自己当作别人 好这就是没有其他规则就有同一个规则 问题八老师在讨论内容的影片最后有提到 为了凸显自己研究的亮点以及重要性 可以指出与其他研究不同的地方 若是与其他研究不止有不同 反而是论点上的有所冲突 这个部分需要明确的写出来吗 这种论点上的对立是否要避免 还是在论文写作上有更好的处理方式 以来展现自己研究的重要性 我的回应是论点上的对立可以是亮点 但需要强而有力的说明与佐证 一般我们研究就是要跨出不同的一步 那有不同其实是很好的 OK 那但是你要有能够有强而有力的说明解释 他可能的原因 然后这样反而是让研究是更好的 更有价值 否则你的研究假如只是复制别人的研究结果 然后这样你的创新 只是说这样也是有创新 比方说本来有三个人说是这样 那你又加一个总共第四个人说了 同样的东西 那当然也不是没有优点 可是问题是假如说你能够提出不同的一个面向 那当然是亮点 所以立场上的对立是OK的 第二论点上冲突或对立 为何要回避 就是做者应该对自己的论点要有信心 因为你的信心 你的论点是based on result findings 那研究结果是这样的话 就会有这样的论点 那你假如研究是严谨的 那应该要对自己的研究有信心 那信心是建立在理性的论证上 OK 这是学术研究的核心价值 所以就是这不是情感性的 就是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 那证据假如证明 比方说当初谁证明说地球应该是圆的 那你假如有足够的理论基础 推论基础的话 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是学术的核心价值 所以在学术上没有定论的议题太多了 这是常态 所以需要后继学者继续厘清问题 研究永无止境 所以就是说有不同的意见 不同的研究结果 不同的诠释 其实在学界是非常普遍的事情 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结果呢 因为可能就是最大的差异 就是因为methodology 很多我们不见能够复制 人文的一定是这样 因为人每个研究 研究的人的对象不一样 所以即使同样的研究问题 同样的方法 其实得出来的结论也不一样 比方说在韩国做的某一个研究 因为是韩国学生跟台湾学生 因为有太多不能控制的地方 就是人 社会科学的研究 就不像理工科的 是我们可以操控所有 在实验室中的东西 比方说甚至老鼠的体重 什么基因 我们甚至都可以操控 可是人没有办法 人文的研究没有办法 这就是有冲突是很正常的 那甚至在社会自然科学 比方说医学上也是因为 因为我们的受册者是不一样的 比方说针对美国的小孩子的罕见疾病 跟你在台湾做罕见疾病 还是有可能不太一样的结果 因为第一个你的受册的对象呢 它的组成 基本上我们很难百分之百的掌控 所以有很多外在非研究可控制的外在因素 会影响这个研究结果 总之 找研究的过程methodology是严谨的 然后是没有问题的 研究人员应该要对自己研究有信心 那重点是怎么样去思考分析 有这样的研究结果跟别人研究结果不同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 这个部分是你要烘托亮点呢 就要有更强的说服力跟思考 那它就可以一个是一个很强而有力的一个论证 让人家知道说这个研究呢的重要性 就非巴表不可 所以me too 我也是这样的研究呢 不能说没有价值 然后可是问题 我有新发现这样的研究 其实是更会让reviewer眼睛一亮的东西 所以就是说绝对不需要避免跟回避 根据影片讲解后 我去找老师库库学网站找SCI相关的写作模板 在result跟discussion中 接下来我看到explanation的样本 请问在这两个章节中的explanation的差异点在哪里 目前想到两个理由是解释深度上的差异 第二个是章节则一解释即可 这位同学很好 有问题先自己思考有什么样的可能的方法 有些期刊是将result跟discussion放在一起 有些是分开 因此如果result跟discussion是分开写在不同章节 则explanation在discussion章节写 但若是合在一起 则先呈现数据再解释explanation 所以呢应该是2 就是说你你的选这两章节则一写就即可 第10个问题discussion有人提到跟前人一样的结果 证据力较足缺乏亮点 因为就是me too我也是好所以我们都一样好 所以就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跟别人不同的结果呢需要讨论可能原因 ok maybe bias effect or study limitation 所以文章的discussion应该先讲跟别人相同看法 还是先着重在unexpected outcome and novel findings 我的问题有关讨论的顺序是先 讨论相同的 再讨论不同的新发现 然后总结还是先讨论不同的ok 第一个顺序上比较多是先讨论相同的再讨论不同的 ok 就比较容易沟通的先讲 那跟人家相同就是all information 就是旧的资讯 就是我们都知道的 所以呢这种 好讲的当然先讲 然后再讲需要更多解释或说明的内容 就是new information ok 大部分 就像你要报好消息跟不好消息 应该是先报好消息吧 这里 好不一定 不过就是说 这是 一般是 容易懂的 相同的先讲 然后第2个跟前人不一样研究结果 一定是缺乏亮点吗 跟前人研究结果一样 一定是缺乏亮点吗 就是说 me too当然比较弱 可是反正就是 也有贡献 ok 这学界也太多me too的研究了 那跟别人不一样 一定是bias effect 或study limitation吗 不一定啊 不一定啊 你这两个好像感觉都不是很好 所以跟别人不一样有的就是你的 原创 新发现 新贡献 带领人类的知识迈向一个崭新的 境界 这个都是可能是好的啊 所以就是说 跟别人一样或不一样 都很好 OK 重点是你怎么样 说服别人说 这样是好的 OK 就me too的paper你也可以把它写的 就是说 你又更加深了这个 结果的一个那个可信度等等之类的 那跟别人不一样呢 就是创新 卖出 一大步 新的 视野 新的 面向的一大步 这看你要怎么 透过文献 然后透过你的思辨去 轰托你的研究价值 第1 虽然听完老师说明对如何撰写discussion有所掌握 但我自己会担心在这部分的诠释时会写到conclusion的相似内容 因为很 常被说这两个部分混在一起 所以举个例子跟大家讨论怎么写比较合适 那研究目的 你的discussion跟conclusion 基本上的确是很像 OK 那 其实conclusion怎么写呢 之后影片还会说我们有一个 专门的章节 那只要迫不及在想知道呢 可以看一下coast package 背面有一个彩色精美的图 好我们来看基本架构文章 Title AppChat Introduction Method Results 那discussion 或conclusion呢 很多时候是放在一起的 假如这样的状况下呢 其实它里面有翻盖几个部分 你可以讲most important findings 然后possible explanation 就是discussion的部分 然后呢 接下来是讲到limitation 或是implication 它的意涵 然后recommendation future research 就是这些呢 后面 三个 limitation implication 还有recommendation future research 比较是conclusion要谈的 所以不会重复 OK 所以 这个之后会再讲到 第十二 影片提到讨论的行文顺序是由特定到 普遍 我们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是这样的顺序 一般我们写作是通常是由大到小的漏斗式写法 但 写论文的时候却相反 OK 这个问题是 有大到小就有小到大 OK 所以 世界上 一般都是 什么样的角度都有 那写论文时也不是都是从大到小 也不是都从小到大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刚才 你看 你看这边 Introduction的时候我们是从大到小 然后 discussion 跟conclusion 是小到大 来为什么呢 Introduction 我们要介绍一个东西 我们是要先给一个 很比较大的范围 让大家知道一个情境是如何 然后呢 越说越小 越说越越小 小到哪里 小到跟你研究是相关的 因为我们研究不可能研究整个宇宙 没有范围的讲解 所以我们研究呢 会其实 只局限一部分 刚开始你要给读者一个很大的一个范畴 让他了解 就像说 大家回想一下你看过的电影 假如 看电影的话你知道 第一幕 一般都会是比较大的 比方说在沙漠 或是一个城市的高空 你要看的东西 第一幕 电影的第一幕会直接就播 拍一个男主角或女主角在做什么事情吗 OK 一般不会 一般都是一个比较general的东西 然后大家知道这个情境发生在 可能因他的什么相关的去做研究 然后再慢慢 扩大 比方说他的意义是什么 他 对整个领域呢 相关的那个 连结是什么的 所以你看电影结论 结果也是一样 一般电影结果呢 也会一般场景会拉大 对不对 从一个男主角女主角 然后慢慢拉大 然后感觉距离是遥远 是很 就是比较 有距离然后比方从背影 然后真的 整个视野是慢慢慢慢大 然后后来就是整个扩大 OK 几乎所有电影都是这样子 所以也就是 该收尾的时候呢 我们先聚焦在results相关 然后慢慢慢慢把视野扩大 所以呢 我的回应是 因为写作目的不同 呈现方式就应该因应调整 要介绍一个新事物 一般从小到大 from general to specific 读者比较容易了解 OK 那反之呢 就是这种从大到小的引导 会比较清楚 然后反之已经介绍完的事物呢 就要赋予他意义诈之 从小到大 from specific to general 到比较合适 所以在论文写作 两种模式都有 看你在不同的长节 那比方说啊 再讲一个 比方说在introduction 为什么要大到小 一般我们研究 文献探讨 一开始 我们就是会 谈比较大领域的问题 然后慢慢缩小 所以在 文献探讨最后的东西呢 会是跟你研究最相关的 比方说 研究的问题是有 很类似或者是 反正这最相关的文献 一般就放在文献探讨的 比较后面 那比较笼 比较一般性的呢 我们放在前面 OK 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规则是 这样的模式 就是套用在 整个 基本架构上 就是有一个逻辑上的一个 最后就是 谢谢同学问了这么多好的问题 那期望未来我们 有更多的好问题 我们一起来讨论分享 谢谢 好看完影片之后 请同学在脸书 针对下面两个问题 写下你的答案 那第1个问题是 就是我有没有回答你们的问题 那你假如有的话 就是说我会PO一个文 然后你就回应 这个问题 答案 A的话就是 YES 然后 B的话就是 还有一些疑虑 一些问题 然后你就 请你写一下 你针对哪个问题有任何的 还有什么疑虑 那第2个问题是 我想知道同学的 比较 对这样的模式 大家觉得怎么样 第1个是 I prefer in-person Q&A lecture 就你喜欢我们以前的模式 就是还是 到教室然后 就是 当场演出 这个 部分 那第2个是 你喜欢 你其实比较喜欢 这个礼拜模式 就是 在线上 看就好了 那第3个是 没差两个都好 即使就是两个都不好 那麻烦你写下 你喜欢怎么样 OK好谢谢